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压迫的日本人民是要团结的 今天说的绿川英子就是抗日战争中一位值得尊敬的日本人 配图二战时期的日本国内妇女 一 嫁给中国人她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 原名叫古川赵子 1912年生于山梨县一个工程师之家 18岁 赵子在奈良上女子高等师办学校时 接受了进步组织的革命思想教育 改名为绿川英子 亦为绿色的五岳 1931年日本新华时 她表示反抗 被校方开除 大学快毕业时 她不得不离开了母校 之后 她来到东京加入左翼性质组织 东京世界与协会 在这里 她成长了一名反法西斯文化战士 并认识了到此留学的中国东北小伙刘仁 当时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备受歧视 但作为思想先进的革命者 因此不为世俗眼光击败 她不顾亲人反对 与刘仁真行相爱她 然后她等到25岁 根据日本法律规定 自己具有了选择配偶的权利后 她义无反顾地与刘仁结了婚 根据英子改编的电影《望乡之星》剧 二 到中国去1937年 抗战全面爆发后 中国留学生分而回国抗日 英子也随丈夫一起回到上海 在上海 二十多年的日本生活习惯 暴露了她的真实身份 一次在大街上 她不经意间的日本女人小碎步 让轮陷区的日本县兵盯上了她 发现她是偷渡来中国的 逮捕了她 最后以敌国公民将其驱逐轮陷区 她和丈夫来到香港 卖文为证 翻一些日本进步思想书籍 撰写揭露日本法西斯罪行的文章 收入微博 由于缺少经济来源 生活很快陷入困境 这时在武汉国民政府军委 会做文化宣传工作的郭莫洛 听说了她的事迹 很受感动 就把她介绍到武汉临时政府的宣传部门 让她从事国际宣传工作 具体来说 就是对日进行策反广播 二战日本广播 三抓住鬼子最担心的痛楚英子的革命激情 和日语特长 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发挥 她在广播中这样宣传 亲爱的日本同胞们 当你们把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腾 当你们宁笑着挑死一个无辜的婴儿 当你们扑向一个可怜的少女 你们可曾想到这是罪孽 你们在前线卖命 你们的妻儿妇老 却在家里受法西斯蹂躏 在香港 我亲眼看到一个女人疯了 她在前线为安所接待了自己的丈夫 别挫洒热血了 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 敌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法西斯 英子的广播可谓戳中鬼子痛点 句句扎心 纯正的日语 柔美的声音 山形的说服 特反效果非常明显 不少日军自杀 她被日方称作娇生卖国贼 二战鬼子配图 四 她永远留在了中国武汉沦陷后 她随国民政府搬到重庆 继续从事对日宣传 带着肺结和病痛 她写了大量揭露日本法西斯 鼓舞中国革命的文章 如新的战斗意志的高涨 震撼着我低烧的身躯 我满怀喜悦和自傲的心情断言 中国人民绝不会在暴力面前屈服 在宠庆 她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 并夸赞她 日本帝国主义者 把你称为娇生卖国贼 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好女儿 真正的爱国者 中国人民的忠实战友 英子听了激动不已 说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也是对我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最高仇打 我愿意做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女儿 真实的英子抗战胜利后 英子和丈夫从重庆到武汉 从武汉到东北从事教育工作 后来战事又起 他们随后方又撤到解放区加穆斯 继续从事翻译和教学工作 解放区学生都知道她是个反法西斯的日本人 都被她的试剂感染 由衷的喜欢和敬佩 不幸的是 1947年一次手术中 英子伤口感染 病情恶化 永远的常年在了加穆斯牧羊场 享年仅35岁 电影中的英子和流人 五 中国人送她一个称号一位英子的学生 后来回忆英子 她是一个性格温和 文雅贤静 感情深沉 平易近人的女士 她脸色有些苍白 但透过眼镜可以看出 她那明亮深邃的双眼 对人生和社会有着透彻的观察和理解 英子牺牲后 中国送她国际主义战士伟大称号 并在加穆斯列士陵园 为她修建了纪念碑 对中国抗制做出贡献的人 人们不会忘记她 真实的英子和流人 绿川英子的故事告诉我们 历史没有绝对的黑白 是敌是友不能简单一刀而切 事实上 英子的出现也有些历史背景的 在英子人生价值观形成的青春时期 正值1920年代日本大政民主时期 当时一战后的反战呼声 十月革命带来的工人运动浪潮 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 以及内阁政党政治的兴起 军阀翻发元老的政坛凋谢 都是日本军部兴起前的民主氛围 那时 御人还没有上台 军国主义尚未控制日本 在这种短暂的大背景下 上大学的英子 接受了进步思想教育 走向了反法西斯革命道路 英子这样的势力在日本不多 但在大学相对自由的氛围中 他绝不守然的一个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